当飞牛顿流体碰上了汽车轮胎,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? 说起怼天怼地的飞牛顿流体,那真是奇迹般的存在啊! 且不说它越用力越结实的特性,就说它的坚硬程度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! 上回老外不信邪,用它包裹iPad从30米高楼扔下,本以为iPad肯定摔得面目全非,可当打开一看时竟毫发无损! 对此老外便突发奇想,要是把它放在汽车轮胎下会怎样呢? 实验开始前,老外先是准备了高温熔岩对付它,当把飞牛顿流体调制搅拌好后,老外便拿着熔岩朝着流体倒了上去!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即使碰上了高温熔岩,飞牛顿流体也依旧安然无恙! 见状老外便将一个飞牛顿流体放在纸壳板上,当启动油门的瞬间,汽车直接一流烟行驶而过,仿佛如履平地般轻松! 再看我们的飞牛顿流体,外表的气球炸裂开来,使得流体不断溢出,可却并没有任何损伤,输赢显而易见,可不信息的老外又搬出捕兽夹对抗,当流体扔上去的瞬间,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捕兽夹竟轻松地把飞牛顿流体给一分为二了,这结果还真是...